是供養父母的 但他自己搞不定 但父母去申請縱援的時候 就要逼這些子女去簽這些壞子子 他不供養父母 他不是不想的 而是他真的能力不及 所以這個當然是要取締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有一個更公道的社會 一個社會願意照顧一些弱勢的社群 令我們有一個仁義的社會 但我們已經看得出 為何有人肯冒著被人罵 不孝子的原因而簽這個壞子子 其實是否真的因為 我們的社會保障不足 為何我們那麼多全民退一保障 這些生果金都要資產審查 為何我們政府要 對我們基層市民這樣刻薄 而反而只是 可能一些大商家的政策 他們就很快地推行到 對於我們的醫療改革等等 拖足幾年 幾十年 謝謝兩位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會 第二個環節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來 我們來立法會補選2010九龍東的補選論壇 我們繼續在政策辯論的環節 先看一段片是有關於房屋政策的 在五個立法會選區中 九龍東是公屋和居屋最集中的地區 亦是小市民尋找安樂窩的熱門地點 但高樓價就成為小市民買樓置業的半腳石 近日社會上有聲音要求政府復建居屋 有輿論更建議政府 應該將部分公屋用地 轉為興建居屋用途 去滿足市民對中小營住宅的需求 大政府並不傾向這樣做 土地供應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更加不想將現時預留給我們做公屋的土地 用來變成任何其他資助的範圍 減少了供應的時候 使得真的需要公屋住的基層市民 有騰上樓的時候騰下樓 也是我不想發生的 所以我值得這些問題 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政府現時的房屋政策 是幫助沒有能力遭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 為他們提供資助遭住房屋 當年停建居屋是重大的決定 因此不能夠也不會輕率重返市場 亞洲九龍風暴的時候 當泡泡爆破的時候 很多人責罵政府 是鼓勵他們上車 然後變成負資產 樓價高企不下 政府無意再次興建居屋 反而提出動用公帑 資助超出入住公屋資格的市民置業 作為未來的立法會議員 對於現時政府的房屋政策 有甚麼看法和建議呢 我們的居屋政策推行了二十多年 現在政府說 其實資助市民買樓不是政府的政策 只需要提供一個有雅遮頭的地方 有一個居所就可以了 大家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香港人去買樓 被人騙尺 被人騙價 是很不公道的東西 你想想如果你去買菜 你被人騙稱 騙你稱的人都要被人拉去見官的 但是一萬幾千元一呎的樓 騙你一百幾十呎 就是一百幾十萬 但是竟然立法會要求政府去立法 監管不良銷售樓花的手段 都被這些功能組別否決的 那你就知道了 我們說甚麼都沒用的 政府其實應該要 老早就復建居屋的了 我從來都不接受 居屋的市場 是跟私人樓宇的市場有太多的重疊 但是現在是帶地產商作主的 政府當然是聽他們多過聽我們 多數要服從少數 這個是香港的現象 希望五一六大家出來要踢走特權 改變這個不公平的制度 是 當謝宇和不斷說地產商會自律 他們現在在做甚麼呢 他們就在我們的十樓書上 可能會偽造一些假 或者一些所謂令到別人覺得 他們樓宇會過觀感很美等等 這些來欺騙我們馬鈕人士 同時也都在建造免職上做手腳 令到很多不應該家裡的一些 例如天台等等 來加進去來欺騙我們一群 真正只是想買一層樓 即是一群市場主的人 而浪費了這麼多的錢來買一幢樓 再加上這些地產室不斷地 將我們的樓價等等提升 我們小市民怎麼可能憑一個月 一個萬多兩萬元 怎麼可以供得起一層樓呢 兩位都似乎未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究竟我們政府是應該為我們 找個遮風黨羽的居所就算了 還是需要自己擁有一層樓呢 其實兩樣都應該提供 因為我們政府的角色 其實就應該令到我們 住在香港的市民 能夠安居樂業 不論是真正提供 提供一層樓給我們 或者是選人接地 令到我們可以買得起一層樓 所以它更加應該在議會上 或者在議會上 能夠通過一些能夠益壓樓價 以及令到一些不法、不公地 售賣樓宇的一些政策通過 但是在我們議會上 我們在立法會上 我們因為有功能做給一些 因為直接是依靠地產商 他們代表地產商的利益 他們完全否決這些議案 所以我們更加要在 這次五、六度投票 我們要踢走這群無糧的商人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次機會 我們真正踢走這群無糧的商人之後 我們真正可以買到 一層屬於我們的自己的樓 我們只要看看居屋在過去 為香港的市民提供的買樓的機會 令到大家可以十級而上 一步一步去擁有自己更加好的物業 就知道根本這個居屋是應該做的事 連地產商當然是比較小型的 都說要建回居屋了 但是曾蔭權的反應是甚麼呢 我們不會再搞的了 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那些大的地產商不喜歡 政府現在仍然推行高地價政策 當然要買他們怕 是他們作主的 所以就會有今天這麼荒謬的情況 最近自由黨提出一個所謂流轉公屋的概念 即是說你住了幾年之後 生活好些了你就搬出去 所交的部分租金給你作為在外面自己 自行沉迷這個物業 大家怎麼看這個建議 難怪自由黨很多大商家說他不代表他們 因為我不相信這樣的想法 那些大地產商是會同意的 因為無論如何都好 他們一定覺得這樣會影響私人市場 影響樓價 影響租金 他們一定會反對 還有你現在… 其實大家都看到 地產商會不斷提升他們的樓價、地價 其實你可能現在儲了很多錢 你真正應付到他們不斷提升的樓價之下 那筆首期或者款項嗎 所以其實你現在控制市場的 其實只是地產商 如果我們不是… 如果我們還依靠這樣固定的款項存 我們無論如何都應付不到 地產商不斷提升樓價而 只是在牟取暴利這方面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方案 其實都不能直接解決問題 其實好像黎敬輝 我相信你都會面對很大的困難去買樓 很多父母看著自己的子女 他捱坑底夜一天做十四五個小時 但仍然儲不夠錢 寧願幫他出首期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們要有一個有視野 有目光的特首 然後有一個公道的 不僅是為一些既得利益 大財團補價護航的立法會 我們才可以有一些比較平衡 公道的政策 請你516出來投票 如果我們還需要這班功能組別在這裡 我們的樓價 我們不斷…很多方面 我們仍然受到他們壓榨 我們仍然受著他們 不斷只是為了賺取的利益 而不斷提高他們的樓價 而我們儲了幾一輩子的錢 可能儲得我下一代 還未真的買到屬於自己的樓 所以我們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踢走高人組別 516,記住大家要投票 好,謝謝 一號只剩一秒的時候 兩家記者只剩四秒的時候 大家想不想用它 還是撥下去下一個環節 請 為公道,反特權 516,請投票 516請投票 好,謝謝 謝謝兩位候選人 我們現在進入總結的時間 請2號 各位愛民主要公道的香港人 請不要再找不投票的藉口 如果你不投票 就會被人冤枉你 說你不愛民主 不要取締特權 請你出來投票 為我們的下一代 516欠你一票 謝謝 1號 這次我們一群大學生出來 參與公投 很多街坊都支持 都很欣賞我們 但其實我們這次 不是單止我們走出來 我們希望大家都要走出來 透過這次的投票 516投票 一起爭取抱選 踢走功能組別 謝謝 好,謝謝兩位 今天九龍東的保選聯談到此結束 明天會有九龍西 請到時留意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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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